谢谢 谢谢 信众们争相合影 双手合十 齐声道谢 大家口中的老师 就是原道观音庙创办人李善丹 记者直击 他穿着一身低调黑 细着LV皮带现身展场 被信众包围 笑得合不拢嘴 近日风波 似乎没对他带来影响 爆出靠着宗教恋才的争议 李善丹依旧没正面回应 不过身为台北新艺术博览会 总监的他这回 还是现身与粉丝们互动 而黄子娇同样化名为顾问 画廊位置就在艺术博览会 入口处的C位展区 以各式观音像为展演主轴 闭上还有不少李善丹的画作 手下也提前预告 信众可以来找李善丹合影 不过想和他拍照 可没这么容易 从主场画廊外 一旁就是曾让李善丹 赚进大把钞票的化妆品品牌 香华天 同样挤满了人 后方甚至还布置了动画展区 可见在这场活动上 他排场很大 势力也不小 李善丹安过去成瘾赌博 在外机械两亿赌债 观音庙一度遭黑艺人围讨 接着又被爆出 他以佛法之名恋财骗色 原道观音庙还是强调 一切是不实指控 将诉诸法律行动 再次陈一祥 陈提鲁台报道